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重生 每个女人都想要找一个真心爱自己的男人 然后为她生儿育女 与她度过余生 但是不是每个女人都那么幸运 所以女人们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认清眼前男人是否真心爱你 真心爱你的男人基本上会有这五种表现 一 物质 钱 都说感情不能用物质来衡量 要看两个人是否真心相爱 但是若连物质这种基础的东西都不愿意付出 男人是万万要不得的 所以想要看一个男人是否真心爱你 要看他愿不愿意为你花钱 为你买东西 啊 真诚 想看一个男人是不是真心爱你 要看他对你是否真诚 若是他对你满口谎言 那这个男人绝对不可靠 你想想 你要跟一个对你没有一句真话的人 那你们俩不会走多远的 三 不沾花惹草 忠诚算是两个人相处最基本的 那种喜欢沾花惹草的男人绝对不能要 万一你们要是结婚了 这种男人很可能就会背叛和离开你 所以绝对不能把自己的幸福交到这种男人手里 否则哭都没有眼泪 四 尊重你 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要相互尊重 过去旧社会的男人把女人当成自己的附属品 一点都不尊重女人的想法 其实现在社会就应该多些尊重 多些彼此之间的距离 只有那种真心看中你的男人才会去尊重你 若你身边有这种男人 请好好珍惜他 五 关心 当你关心一个人的时候 会非常关心这个人生活以及各方面 这可能是他们表达对爱的一种方式 女人想要找一个那种体贴自己的 了解自己的 若一个男人连这都做不到的话 那正是你就应该想想他是否真心的爱你 若有身边男人能毫不犹豫 把这五种东西交给你 你就要好好抓住机会 珍惜你自己的幸福吧